眉型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我们要先给它做清洁 我们再来修饰眉型 皮肤清洁完 然后接着我们给它的眉型修饰一下 好 那么现在拿到的是修眉刀 我们在修饰的时候呢 这个修眉刀与皮肤倾斜15度 并且是从它的眼皮上方先修饰眉 有些客人呢 他会自身平时也会有一个修眉的习惯 或者是在外面去修 可能这个时候呢 它的眉毛并不会特别多 并不会特别多 所以我们在修饰的时候 不要过于的把它的一个原生 好的一个眉毛给它修掉了 两眉之间也要给它做一个修饰 好 当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它原生的毛发 它的量以及它的一个眉型 那我们现在要给客人去做一个设计 好 那么刚才我们已经清洁完它的眉毛的一个周边的皮肤 也修饰完它的一个眨毛 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给它做一个眉型的一个设计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位模特的 它的一个脸型是什么样子的呢 首先我们看到它的脸型是属于 不是特别长 但是也不是特别圆的 特别短的那种 所以我们在给它设计眉型的时候 可以稍微稍微比较平缓的一种眉型 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它的一个脸型下巴还是偏尖的 而且它的一个颧骨的位置不是特别高 所以呢 这种脸型包括说它的一个太阳穴的位置还算饱满 但是呢我们为了能够更加的使得它的脸型偏向于一个瓜子脸 我们可以将它的眉型设计的平缓并且是拉长一点点 眉峰靠后一些 那么我们接下来先来做一个如何先找出这几个点 眉头点 眉峰点 以及眉间点 首先第一个点 我们会去找 当客人平视前方的时候 我们以它原生眉毛的眉头的位置作为最高的一个点 作为眉头点 那么我们看到它的一个内眼角 眼睛的内眼角平视前方的时候 内眼角的垂直延长线 同时客人的左边也是一样的 内眼角的垂直延长线 原生眉毛的最高点 那么我们可以初步定出这个点为眉头点 那再来看一下眉峰点的位置在哪呢 当客人平视前方的时候 我们以客人的外眼角的垂直延长线上 外眼角不是它的眼白的位置 而是外眼角的垂直延长线 好 那这个点呢 就定为它的一个眉峰点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眉间点的位置在哪里呢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当我的手碰触到它这个眼角上方这一点点的时候呢 这里天上就是一个眼骨的位置 但是我们的眉毛不可以给它设计到这里来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手指放在客人的 太阳穴的位置 那么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到 它的一个眉间应该指向于太阳穴 这是第一种方法我们可以去找到的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 当它的同侧鼻翼与外眼角的延长线的位置 同侧鼻翼与外眼角倾斜45度 延长线上作为它的眉间点的位置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把三个点都找出来之后 我们再来给它去设计 因为我们可以这么去看到的时候 眉头点眉峰点和眉间点 它两边能够相对的 相对的对称 并且是相对的一个水平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首先第一步啊 第一步在给它去设计的时候 从眉头到眉峰 以一条直线轻轻的给它描绘出来 好 眉头到眉峰连接起来之后 再从它的下线方 也就是眼皮上方的这个位置 再换一条直线 连接到眉间点 Gothic